阿里山二岩平步道 欢迎来到周更中的S行者 这次带大家来到 嘉义阿里山二岩平步道 阿里山二岩平步道 位于台十八线 53.5K公路旁 入口极有观景平台 可远望迦南平原、仁义潭 及蓝潭水库等风景 顺着步道实际而上 沿途经过竹林、茶园、 博坎等不同景观 且步道展望相当好 天气好时 更可看见玉山群峰、 布袋港、珍文水库等 这条亲民近人的好步道 除了山友们最需要的沿途厕所、遮印、 饮食皆有外 当我们登上戏顶高处后 在观景台驻流歇息时 就会发现此处便是摄影者最爱聚集之处 原因没有其他 这里就是距离省道 最近且最美的 阿里山二延坪系里 云海翻涌处啊 真是一条高CP值的好步道 就让行者带着大家一起 践行去吧 哈啰 哈啰大家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带大家来走 第二连停步道 哈啰 此处长于午后 就笼罩在水汽蓬沛的浓雾中 白天下午的温差明显 所以这边最适合 种植茶园 茶园的这个博坎 是由整地挖出的巨石堆叠而成 巨石上 偶尔还能够出现一些贝类化石哦 这片的茶园 真的很美 旁边就是我们的 捕到 好啦 让我们继续往前进咯 你说这只叫什么 小红啊 小红啊 啊远一点的那一只咧 那一只叫小绿 小绿啊 哦 啊你们两个谁走的比较快 你跟微微啊 小绿啊 好nana 你跟微微走的比较快 我啊 啊你们哪一只是小红 你是叫小 我觉得你叫小红啊 微微叫小白 对不对 你看你们谁身上穿的衣服 就知道了啊 对不对 看看哦 你看看哦 你就是穿小白的衣服啊 啊你是穿小红 我现在是小绿 小绿哦 啊小弟你是什么 我是小绿 你是小恐龙 你是小恐龙 我是救了 你是小恐龙 你是小恐龙哦 我超Q 你生气了 好啦好啦好啦 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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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开 大哥他生气了 好 待会继续走咯 好 Let's go 好 非常漂亮的风景 整个鸟看嘉义市的风景 整个鸟看嘉义市的风景 一大片的茶园 这边可以眺望嘉义市区 今天云层也相当的低 这边就是很适合看云海的地方 这边就是很适合看云海的地方 这个就是蓝潭 好啦 往前进哦 岩售沙 北京越黑暗 此处的天然灵树行高大 是步道中较为成熟的灵象 有黄杞或姜膜 甲常夜滷 多样型的树种 对树 生物而言 就是一种多元的选择 沿途树印繁蜜 目前感觉还算凉爽 海拔1400公尺 有这样的地方可以行走 真的不错 哈喽大家好 我们要结束的时候 今天到园园庭 葡萄很漂亮 找这条葡萄上来的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订阅 拜拜 开启小铃铛 二延平步道位于矽顶之地 早期鲜明开拓时 晚访嘉义市区 需通过矽顶山与二延平山之间 如缝隙般的狭小山路 这也是矽顶地名的游览 而矽顶原为 周族古石狩猎区 原名与意思为众多动物聚集之处 后今汉人开垣林业产业 包含制探 制作张囊 造纸等 后日本时期开始引进茶树制茶 如今则以高山茶种植及兰花培育等 矽顶周围除了本次造访的二延平步道外 还有矽顶之心步道 迷糊步道 茶雾之道等 若山有前来时间充裕且体力良好 可一次造访多条步道 彻底放松身心 享受自然美景 若无时间者 可以选择本次介绍的二延平步道 从登山口观景台沿着木栈道攀升约200公尺 回程 可选择O型路线茶雾之道 顺路欣赏茶园风光 更可品尝阿里山咖啡 从不同路线返回登山口 结束这段高CP值的一日步道啊 细顶二延平步道 海拔高度约在1300公尺 但由省道停车攀升至高处观景台 却是相对亲民及容易抵达 无论是夏季山峰凉爽前来 亦或是秋冬微凉气候登高 都是相当舒服的 此处北边为巴掌西河谷 南边则为曾文西西谷 水气金阳光照射 云烟上升 午后气温降低后 亦形成云海云铺壮丽景观 抹杀不少摄影师的底片 更吸引无数的山友前往关铺啊 若喜欢影片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 S行者 我们下周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